首度在台灣以舞蹈的方式和大家見面 我覺得挑戰性比較高 因為我不會跳舞 所以就來演出這個舞蹈 看看這是怎麼樣 其實這個舞蹈空間這個風神榜的演出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實驗性的舞蹈的表演 所以它沒有很多的規矩 所以就算我是一個不是一個專業的跳舞的人 還是有 我不怕 我會用我自己的方式來加入 加進他們的表演當中 可能我們的表演的方式是不同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是蠻後現代的表演方式 就是不同的事情放在一起 用不同的方法去傳承什麼是舞蹈 有有之前在香港前衛劇場 紀念二世面體的演出經驗 舞台表演對黃耀明而言並非難事 不過轉換舞台改變表演方式 甚至吸引不同的觀眾群 這些黃耀明全部都不擔心 我會唱歌 我會唱歌 怎樣去控制自己 因為我覺得這種表演 我覺得是很多時候 是關於你怎樣去收 怎樣去放 我在這個演唱會 就採集這支家 這個演出不是我的家 是人家的家 我要在人家的家裡面 就是不同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歌更好玩 因為這個挑戰性比較高 由於在香港的工作使黃耀明擋棋受限 因此在台北練完舞之後 再次來台可能就在月底表演前 不過別擔心他的表演成果 因為他有另外一種練舞的方法 我最重要是有他整個作品的結構 還有就是就算我不能來的時候 他們他會回過來 還有我們現在真的是很現代化 就是他我們會用很多錄影帶 他拍了他演出的排練的過程 我就看到看到他的排練是怎麼樣子 我就看我可以在這個地方 我放進去什麼進去 他告訴我 還有我會可能盡量會在月底 或者我會再來一次跟他們彩排 娛樂新聞張正宇 王正妮採訪報導 現在大家看一看法國今天出席 就是 谢谢大家